像这样的华社我觉得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就是排斥大政府 他们既不喜欢法家式的压迫性的大权力政府 也对白左主张的大责任政府 就是福利国家 他们也是不感兴趣的 因为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感觉到国家给他们提供什么福利的 传统的朝廷 包括那个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福利也是提供给马来人的 第二他们重视小共同情 反对极端的个性解放 这里我讲的所谓的极端的个性解放 既反对法家式的效忠皇上的伪个人主义 大家知道中国搞个性解放有两个传统 一个传统就是法家的 强制解散大家庭 要求这些人都大义灭亲 儿子告父亲 妻子告丈夫都是受到鼓励的 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 这是法家的个人主义 但是真正的个人主义他们也反对 白左的那种真个人主义 就是真的是把自由搞得很极端的那种 他们也反对 那么相反 我们现在所讲的白右 在经济上是反对福利国家的 也就是反对大政府的 而在伦理上 他们又反对极端的个性自由 这两点到都与我所讲的华社价值观 比较接近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看看西部这种状况 你就可以理解 他们为什么会反对白左 而对白右觉得好像是比较能够接受 那么这里我要讲 白左的确是和大陆的所谓左 就是秦始皇室的左 有本质的区别 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些人是比较糊涂的 是吧 轻而易举的就说白左是文革派 说他们是那个什么社会主义者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其实正如哥斯德克这些人所讲的 西方的主流左右派 都是某一方面的自由主义 和另一方面的干预主义 就国家干预 或者社会干预 是吧 一方面是主张自由 一方面主张干预 左右派都是 是吧 只不过他们主张干预的领域 和主张自由的领域 是各自不同的 是吧 概括起来讲 左派主张经济上的国家干预 就是福利国家或者凯恩斯主义 但是伦理上 他们是主张个人主义的 是吧 他们不仅主张性自由 甚至主张同性恋自由 移民自由 堕差自由 乃至某种程度上的吸毒自由 是吧 大家知道美国左派 是反对严厉的禁毒政策的 认为严厉的禁毒政策 就好像是迫害少数民族 什么等等 那么右派就正好相反 右派在经济上是反对国家干预 主张市场自由的 但是伦理上 他们却更强调个人对共同体的责任 包括对家庭的责任 对宗教的责任 乃至对国家的责任 反对无限制的个人自由 像同性恋啊 什么也堕胎啊 什么这些右派就是反对的 那么在后面这一个意义上 白左自称为自由主义者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是吧 自由主义被理解为左派 是吧 那个有没有道理呢 中国的左派是不能 是他们自己也没有说 他们是自由主义者 他们说了人家也不会承认 但是白左的确 因为白左在伦理上显然比右派更强调个人自由 对于大陆的情治 只有权贵的性自由 却对百姓力行伦理管制 那是截然不同的 是吧 我们只要看看最近的两间两个热点 一个是张高丽的那个事 是吧 马上就被删除了 是吧 张高丽和那个彭帅的那个事 是吧 另一件事就是老百姓的 就是李云迪 是吧 李云迪所谓的嫖娼被吵得 沸沸扬扬被上纲上线搞得很严重 是吧 这个是和西方的左派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吧 西方的左派最喜欢讲的就是那个什么同性恋啊 这异性恋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那就是完全自由的了 是吧 那么甚至还有什么要做要做爱不要作战 是吧 西方左派在反那个白左在那个那个六八年的法国 红卫兵法国的那个左派运动 那左派学生提出的口号就是要做爱不要作战 是吧 就反反对越南反对那个战争 是吧 这个和中国的左派是完全是相反的 是吧 那么这个经济上白左的民主福利国家主张 虽然和自由经济有矛盾 甚至可以说有社会主义色彩也不是完全错的 但是 但是他们这种鼓励本性对政府 只问者不感恩的民主社会主义 也绝对是秦始皇室的社会主义和和秦始皇室的社会主义是截然相反的 是吧 这秦始皇室的社会主义者只强调北姓要顺从皇上的管制 皇恩只能感谢 启荣问责 是吧 至于那个鲁平带抓盲流 同为一国之民也要实行严格的户口管制 所谓的使民无德善习 这就跟白左鼓吹的对跨国的非法移民也应该宽容 构成两个完全对立的极端了